十几块的裤衩袜子舍不得买 挣来逼钱全部买这些玩意了 看看 这玩意叫旋转挂钩 等会给你们演示怎么用 这个家家户户都用得到 擦手巾也得美 钢丝球支道布 这叫钢丝布 我这种性格怎么可能只买一种擦手 起锅的得复古也得美 电灯泡也到了 这个挂这里 以后洗完手再也不用在衣服上蹭了 这个挂这里 又能擦手 又能遮挡丑陋的管道 嗯 这个洗完海绵好不好用不知道 反正我只要求好看就行了 旋转挂钩挂厨房好用 实用颜值高 推荐 这玩意而不是画 是隔热垫 用不用不知道 没就行了 我这种性格 怎可能只买一个 一个又一个 为啥买两个 因为图案不同 没就行了 另外个旋转挂钩挂洗漱台 什么毛巾 洗脸巾 项链 首饰都能挂 你看这哥们转的多六 别跟我说洗脸金一次性的 我要用八九十来刺 都成蜘蛛网了 还得擦擦柜子再扔 植物杀手还爱买花瓶 假花也买一堆 蒂帆尼台灯新买的 青花瓷系列新买的 你就说好不好看就完事了 好看 温泽真骨灭竹器 优雅 美 得进 就够了 古古小蛮腰沙发 剁手也得买 一路家居 深似海啊 姐妹人 家是港湾 是归宿 是一个人灵魂的栖息地 我的家对我来说 就像是实现了一个梦想 跳出世人眼光 挣脱世俗束缚 大胆浓烈的色彩 复古中古的家居 这是一个 让我自由撒野的家 能够再回家以后 吃到一顿丰盛的晚餐 回家感受平静和安宁 身边有亲人陪伴 心中有爱 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这样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家 才是我梦想中的旷野 很多人都说我家是样板间 厨房干净到没有生活气息 那是因为我喜欢无油烟做饭 这是我家使用力很高的 米家智能电蒸锅12升 能蒸 善顿 快速烹饪 性价比也很高 这款电蒸锅是1500把的大功率 很快就能出蒸气 十几分钟就能蒸好一条鱼 做饭营养且高效 给孩子做早饭 我也用这个锅 12升双层大容量 多样化早餐一锅出 快速烹饪节省时间 食品级的材质 使用起来很放心 蒸煮炖发酵多功能一体 家用厨房有一台 就可以搞定多种美食 机器缺水时会有安全提醒 使用更安心 中途加水免开盖 侧面就可以加水 操作便捷很顺手 小米的产品必不可少的就是智能操控 APP就可以远程操控 多种食谱轻松选 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做美食 它还有24小时预约 加8小时自动保温功能 晚上可以提前放好食物 做好定时 早上一睁眼就可以吃到早餐了 再也不用因为赶时间而选择不吃早餐 清洗起来也很方便 家是我的旷野 是我卸下铠甲的地方 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地方 我的家实现了我心中对于它的全部想象 家是我的旷野 你的旷野是什么 我妈说我家都是一些美丽废物 她无法接受我家的装修风格 万万没想到她自己在老家装修新房 也装成了我家这种复古风 今天我妈遥控指挥我 说厨房装修好了 需要集成灶 估计她也是研究过了 指定了品牌和型号 让我去店里给她看看好不好用 就是这款了 凯度JRSE双枪集成灶 她家的集成灶挺有名气的 我妈让我主要体验三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火力 因为她喜欢吃川菜 5000瓦的大火力 爆炒完全没有问题 这点满分 第二个是烟机排烟的问题 变频电机22立方米的吸力又大又强劲 油烟根本不会漂到旁边 这点也是满分 我妈关注的第三个点 是集成灶的蒸烤箱好不好用 这款蒸烤箱是独立分开的 90升大容量同时蒸烤 一次做出多道美味佳肴 左边烘焙烤箱热风控温更加精准 右边蒸烤箱双直喷蒸汽 让蒸制的食物不仅口感更好 还保留了食材原有的营养 上炒下蒸烤 用最短的时间做最丰盛的菜 满分 三点都满足了我妈的需求 不得不说她还挺会选的 来都来了 再看看其他功能吧 挥手制控 可视化操作面板 独特的微型吸烟口 都是这款机器的亮点 整个机器外观设计 简洁高级 节省空间 功能强大 家用厨房选她准没错 都说金厨淫味一点都没错 厨房电器一定要一步到位 避免踩坑 一旦不合适 后期更换就是巨大的工程 除未产品的选择 大家真的要在实体店 现场感受一下 老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她已经安排我开始砍价了 十几块的裤衩袜子 舍不得买 挣来逼钱 全都买这些玩意了 买这个破烂的二手表 就是为了这个 付出难度 钱是挣不完的 但是花得晚 又败了一个大件 姐妹们猜猜是啥 真的很大 我坐上去 像个小只 有了腰以后 客厅扩大了 一块地毯不够用了 又花钱买了一块同款地毯 花钱的套路 那是缓缓相扣 不好的那块用了两年了 这块是新到的 扑完之后 我清呆了 知道这地毯耐脏好大力 但没想到这么耐脏 用了两年的核心的 几乎没什么色差 这地毯是真的抗燥了 清理它 我也就是吸尘器滑了两下完事 客厅终于布置好了 因为有书架 沙发是围绕是摆放的 问我怎么看电视 我就喜欢歪着头看 我家的电视没人看 但是必须有 这颗不出门洞的尖嘴鸟整点不叫 过点叫 要你何用 下午躺在地毯上 能晒个日光浴 一路家居深似海啊 姐妹们 被全网网报的房子装修好了 最头疼的环节来了 这是我家仅有的一个迷你卫生间 洗漱 马桶 洗澡 都在这里面 最关键的是 洗衣机也只能放在这个空间里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走水路 良好放置洗衣机区域的尺寸 精挑细选货币三家 我终于买到了各方面都很满意的洗衣机 这个是听卧H6G洗红液体机 他家的洗衣机是很有名气的 外观时尚高级 跟我家的复古卫生间也比较搭 北方的冬天 必不可少的就是羽绒服的清洗 有了他再也不用花钱去外边干洗了 听卧的桶真镜功能 每次洗完衣服都会自动清洗内桶 始终保持内桶的干净与干燥 不需要额外再去给洗衣机做清洁 这点真的让我很省心 它有三档烘干温度可以选择 根据不同衣物的材质 选择高温或者低温 烘干结束后还会抖散衣物 高温蒸汽进行熨烫防皱 相当于又多了熨烫衣服的功能 简直是懒人幸福般神奇 别看我家卫生间不大 但这个洗衣机是真的是很地方 一台顶三台用 洗衣 烘干 熨烫 一台机器搞定洗衣方面的所有需求 洗澡的时候只需要拉上这个浴帘 水就不会淋到洗衣机上 也算是做了一个独立淋浴区 我的迷你复古风卫生间 被我规划的也算是很合理了 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You could see that Pierre did truly love the mademoiselle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g the chapel bell C'est la vie, say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furnished off an apartment with a two-room robot sale The cooler raider was crammed with TV dinners and ginger ale But when Pierre found work The little money coming worked out well C'est la vie, say the old folks The culture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had a high-five phone Oh boy, did they let it blast Seven hundred little records 十几块的裤衩袜子舍不得买 整来B钱全部买这些玩意 这大家伙是啥 复古屏风到了 家里没地方放了也要买 我在欣赏它的时候差点被砸晕 这一次这小推车 有种奇形怪状的美 屏风就放阳台遮挡清洁工具吧 淘了两个二手的复古台灯 你就说美不美吧 美 家里的墙已经千疮百口 没地方也要找地方 美就行了 别问我为啥两个镜子 问就是因为好看 衣帽家为啥挂浴室 因为其他墙面挂满了 衣帽间的灯也换了 复古穿衣镜也美到了新卡里 墙上的装饰 我怎么可能没有 买就行了 餐厅塞满了 客厅也塞满了 厨房塞满了 儿童房塞满了 客卧塞满了 主卧也塞满了 你以为这就完了 老房子也满了 这都是镇买下的江山 新房子没壁炉 老房子必须有 餐边柜没有怎么喝咖啡 盘子杯子没有怎么装饰餐边柜 各种买 各种造钱 一路家居深似海啊 姐妹们啊 复古疯狂热爱好者的家 是什么样的呢 它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都说我家很好看 但是打扫卫生太难了 差声闻居多 我这个懒人清洁卫生 也是有妙招的 这个是U1有望 新出的扫地机器人 全靠它 我家167平的地面 完全不用我动手 妥妥的懒人心服感神器 这小家伙的墙边劈腿功能 让我惊呆了 边边角角的清洁 不留死角 甚至把地角线 也顺带擦了一下 打扫卫生呢 也很智能 识别到比较脏的区域时 会再洗一次脱骨 自动进行复托 它比我还担心 脱不干净地 温馨的家 必不可少的就是地毯 地毯区域是规避 还是家压清扫 都是由自己设置的 机器人上地毯 会抬起脱骨 只吸不脱 避免了对地毯的污染 回机站清洁脱骨的路上 也会抬起脱骨 不会对地面进行污染 对了 这款机器人 是60摄氏度热水清洁脱骨 热水清洁的更加干净 清洁完毕后 热风烘干脱骨 换一次集成袋就可以了 简直是懒人的 智能清洁小管家 地面以上的清洁打扫 我得手动打扫 地面的清洁压根 不需要我操心 自从有了它 我跟老公再也没有因为 谁拖地这个问题 发生过争吵 这就是复古疯狂热爱好者的家 颜值要有 懒人神奇也要有 毕竟到底 复古疯狂热爱好者的 80瓶小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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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统的统子 在墨绿色和军统绿的 两套房子里 来回专属切换自如 这套是墨绿色和牛油果绿的 美式复古风 这套的绿我懒得讲色好了 就听你们的叫军统绿吧 区分两套房子很简单 军统绿头顶是绿的 墨绿色头顶不绿 这个卧室是白色系软妆搭配 这个卧室是牛油果绿衣柜搭配 黄色系软妆 很多统子们说我评论区不回复 没时间啊 白天在体制内上班 晚上还要回军统处加班 还得盯公主学习练琴 女儿闹着腰买的这台钢琴灯 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这光确实又亮又舒适 真是没有白花钱 这是我家的另外两个卧室 也是复古风 老房子刻卧的床也到 古典石墓柱子床 陈文忠透露着一丝霸气 这个卧室搭配好了一定会很美 莫绿色的餐厅和军统绿的餐厅 也是大有不同 美式复古这套偏西洋风 老上海复古这套偏民国风 各有各的味道 两套我都喜欢 实在受不了了 老房子的烟鸡灶做饭太香了 都是丽人忍受不了油烟扑面 而且想烤鸡翅 还要买蒸烤箱 还得额外花一笔钱 看了很多解决方法 种草的集成灶 决定去现场感受一下到底如何 听闺蜜说 奥田最近新出的双胆集成灶不错 一台顶几台用 去看看吧 店里最亮眼的就是这款 双胆微蒸烤集成灶了 房子厨房台面是黑色的 这款不但能搭配厨房通格 而且功能也很强大 这款集成灶最特别的就是 它的双胆设计 各三一四斤的容量 可以一次烹饪多倒菜 而且双腔内胆 采用了一体拉伸工艺 一台机器涵盖了所有家用功能 省了好多小电器的钱 现场实测一下 我最关心的油烟问题 油烟瞬间被洗走 一点都不会飘到旁边 肩胛爆炒根本不用担心被呛倒 5.0千瓦的大火力造具 对我家这种喜欢吃爆炒 穿菜的家庭来说 简直就是神主公 这台集成灶除了烟机造正烤箱之外 还有很多金丝巧妙的设计 烟机上方的恒温置物台 设计的很人心宽 正烤箱的外置水箱 可以直接连接厨房的浸水器 智能补水 不需要手动加水 黄金斜角质控瓶的设计 做饭时也能预防颈部疼痛 磨砂的造具面 以及可拆卸的挡烟板 清洁起来也很方便 外部内部都是一擦即进 现场体验后才知道 集成灶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如此强大的功能 还省空间 简直就是小户型厨房的神器 回家确定厨房尺寸 下次来就是砍价了 明镜需要您的电 agriculturalHostia 明镜需要您的电子